三、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 高管百股增持貧現被止氣藥市場 嘗試公司應對任務攤牌招數翻新 2015年7月20日財經08將望暴跌後為證 賞市公司此生災害一場突然而致的暴跌 不但考驗著牛市的程式 也仰意圖在牛市行程中大展權角的賞市公司措手不及 定爭收購資產是上市公司資本運作的一個重要工具 不少上市公司已完成或進行中的定爭遭遇了股價到掛的難題 作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舉措 股權激來也因為股價到掛失去了今手靠的意義 而更大的難題在於為了配合購市 上市公司重要股東和董監高環被要求用真金白銀的買入 去證明公司已經跌出價值了 這倒是讓不少股東和董監高用手說出了真實想法 道獨艾派克002-180 SZ監視宋豐君 契海股份002-691 SZ董事兼董備及財務負責人田桂英 時代萬居 董事劉慧明等 均增分別從二級市場買入一手 一手和兩手股票 本部記者將望深圳報道 投資證監會7月8日發文號照持股 5%以上股東及董監高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穩定股價以來 A股市場出現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增持大潮 而作為上市公司當家人的董監高 其增持力度和規模更令市場觸目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顯示 僅在7月17日 沐森兩市就有3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董監高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告 但在增持互盤的大期下 上市公司董監高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行為 有誠意的如康欣貝六十萬零五百七十二 董事長及管理曾出資於1.1億元買入745萬股 隨權前也有象徵性的如西藏發展00752SZ的兩名董事 只分別投入958元和3398元買入100股與200股 兩名董事買股不是灑花椒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可能資金只有一點點 7月17日 西藏發展工作人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公司穩定股價的措施會在需要的時候推出 董監高的象徵性增持上市公司董監高增持股票 已經開始演變成重在參與的面子工程 7月17日 中航電子六十萬零三百七十二 公告稱 之前未持有公司股份的監視會主席田學英 於7月15日已至有資金從二級市場增持了公司股份200股 而當日中航電子的收盤價為25.4元股 但此番增持 中航電子的董監高均有買入自家股票 增持最多的為1.5萬股 而之前這些董監高均未持有公司股票 上市公司監視會主席增持股票數量缺乏誠意的橫有藍頂控股 000、971、SZ 據7月16日公告 藍頂控股董監高於7月15日分別增持公司股份數千股至二十萬股 但其監視會主席將值責緊買入五百股 還要少於獨立董事包金紅的六百股 上市公司董監高區區幾百股的增持數量 引發了市場的諸多議論和吐槽 這幾天 微博上 微信裡都有大量關於上市公司董監高 增持幾百股的討論 許多聲音對這種象徵性的貨盤行為頗為不滿 一位私募基金經理對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董監高對所在上市公司的現狀及前景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 如果連他們對監管部門支持的增持都畏手畏腳 投資者就難免深生而累 事實上 七月初以來動監高增持股份 只買入一至兩手的上市公司股票的並不顯見 如崖派克002、180、SZ監視宋豐君、契海股份002、691、SZ 董事兼董備及財務負責人田桂英、時代萬居、60萬0241、S 董事劉慧明等 均增分別從二級市場買入一手、一手和兩手股票 但更多通過競價交易買入一手股票的增持者 是上市公司董監高親屬 包括九州電器30萬040、SZ、美晨科技30萬0237、SZ、百利聯002、601、SZ等 其董監高親屬都有出現僅為一手的增持數量 據Wint資訊統計數據,7月8日至16日期間 上市公司董監高及其親屬單筆增持股票為1000股票以下的多達88起 投入的資金大多在1萬元以下,只買入一手股票 除了誤操作,還不如不買,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多過正言 說白了就是膚顯,上述私募基金經理認為 不過,被投資者吐槽購門的上市公司董監高象徵性增持 背後亦存在一些差別,例如梅眼吉祥60萬0868 在7月8日晚間的公告中披露,監視優秀融計劃增持公司股票300股以上 而其當日收盤價為3.32元股,但實際上在7月14日 優秀融以4.7元股增持了2000股 而在7月6日以7.71元股增持100股的永高股份002.641 S.Z.董事長盧鎮宇,在7月7日通過大宗交易受讓了864.01萬股 但出讓方永遠投資卻是永高股份控股股東工聯集團的一致行動人 並且盧鎮宇持有永遠投資6.12%股份 儘管如此,盧鎮宇此舉亦成為永高股份維護資本市場 穩定相關措施公告的重要內容 這可以看成是穩定股價的措施 董事長以前是間接持股,現在是直接並增加持股 就看你怎麽認為 永高股份工作人員說 鄭重其是的含胡其詞與上市公司 董監高勞過臉的象徵性增持相對應 一些上市公司也玩起了響應穩定股價的文字遊戲 從職日起6個月內,鼓勵公司控股股東、實控人 董監高在本公司股票出現非理性波動時 在法律、發規許可範圍內通過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 穩定公司股價,濟民濟約603,222 在7月17日的公告中如是表示 類似的表述在近期的上市公司公告中頗為常見 如摘基增持本公司股票 當公司股價嚴重偏離投資價值時增持 具體增持數額是股票市場行情預定等 這種沒有實質措施內容的表態公告 屬於靜重其事的含糊其詞,需要監管督促落實 前術司務基金經理指出 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連表態也沒有 如自2014年8月19日起庭牌超過10個月的中興商業 715、S、Z、不僅重組、控制權轉讓無質而終 而且在今年6月30日復牌以內遭遇大盤劇烈調整 使投資者錯過了之前的牛市行情 但其至今融無股東活動監告增持或穩定股價的任何措施公布 亦有上市公司出現增持加碼現象 據付出環保002、479、S、Z、7月17日公告 公司實際控制人、董事孫慶嚴決定在7月15日 承諾增持不低於3千萬元的基礎上 繼續追加不超過3千萬元增持公司股份 但有市場觀點認為 算慶嚴此舉背後有著為大股東 截至今年一季末質客12,500萬股 公司定爭募資4.78億元 剛通過證監會合準互航的意味 以嘗試公司董監告增持更是新招抵出 歐飛光002、456、S、Z公告稱 公司除了核心團隊23人致願增持17,800萬元的規模 318個員工也計劃已不低於12,000萬元增持 這兩項資金來源均是由公司董事長進行擔保的銀行貸款 增持股票的資金目前已經到位一部分 但還沒有開始買入股票 歐飛光工作人員7月17日告訴《21世紀經濟報》 報導記者 騰邦國際30萬0178 S、Z即由董事長中百姓作托底保證 承諾若恩增持股票續持有6個月產生的虧損由中百姓給予補償 由此 7月9日至15日 騰邦集團員工以均價34.91元元股買入103.78萬股 佔總股本的0.19%暴風科技30萬0431S、Z同樣如發炮製 據7月17日公告 董事長、總經理馮欣倡兒 暴風科技員工在7月17日至21日期間增持公司股票 並連續持有6個月的若因增持股票產生虧損 由馮欣予補償損失 而對於入職3年以上且未持有公司股票的員工 馮欣將資助50%的購買公司股票款項 增持股票由董事長進行托底擔保 是一種對員工激勵的創新 關鍵要做好增持人及增持數量的訊息披露 使之不設成為卻頭 上述事務基金經理表示,編輯簡進東 富翁 感謝你 practise